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有條短片在Twitter上瘋傳 這條短片其實是在深圳的農畫樹拍 片段當中顯示有三名穿著制服的執法人員 圍著一名農民工來欺負 初側口角 繼而動武 當時圍觀的人其實也很多 畫面十足魯迅不下的短片小說 視眾一樣 一群漢客圍著被欺負的人來吃花生 唯一不同的是 這群漢客看不下去 看不過眼 開始圍著那三個人來罵 指罵完一大輪之後 有人挺身而出 出去幫拖 一副百應 一個人走出去 其他圍觀的群眾漢客一勇而上 幫被欺負農民工解圍之餘 還把那三名執法人員反包圍 然後還把那三個人圍圍 這件事多多少少都反映得到 大陸的民怨一早已經在各地累積 若然有一個導火線或者觸法點的時候 很少的事都可能會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 再加上目前經濟下行 有很多農民工根本上找不到工作 但這群人又不肯回鄉 搞到城市百無了賴到處游離浪蕩 最後只會為整個社會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因素 大陸很多媒體都報道 說十一黃金周很駕駛堂 旅遊業的收益有三千一百二十億人民幣 實情這個數字當中有多少是水份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這個到底是反映得到 大陸的經濟真的穩步上陽復甦當中 還是純粹是表面風光 有幾個數據我們又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首先就是機票價格 原來大陸有很多的航空公司 他們都將機票割價求售 甚至乎售價還便宜過搭高鐵 除此之外在不少大城市 酒店都開始劈價促銷了 如果真的有那麼多遊客出行 而消費能力真的那麼強的時候 又怎會使得機票和高鐵票互相惡性競爭 而那些酒店又要做到這樣來去促銷呢 所以三千一百二十億人民幣收益這個數字 當中的含水量是有多高 大家就心照了 其次的就是聖誕節的消費品 即聖誕樹、聖誕卡之類的東西 一般在八月份的時候就會開始下單 但是今年的情況 完全就是拍烏鷹 浙江的義烏 就是專門生產這一類的聖誕節消費品 產量佔了全球的八成有多 但是今年 外國的訂單就好像人間蒸發一樣 原因有很多 一來就是大陸根本上都未全面開放給外國的商務旅客進入 二來就是根本上是環球經濟下行 若然人家根本上都不看好12月可以搞得到這隻武肺的時候 隨時天氣一動又會出現不知第幾波的爆發 到時可能又封城又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怎樣可以刺激消費呢 所以那些人就索性連單都不下 實情他去不到二烏的樹看那些實物 一樣可以照下單 按去年的規格就可以了 別人一樣是不下 所以 連聖誕節消費品 這個銷售 都是大跌的時候 可想而知 其他因為聖誕節而催谷出來的消費需求 肯定是跌至媽媽都不認得 當外國訂單還未回籠的時候 大陸就說要靠那個什麼經濟內循環 那這些人都知道 你自己和自己玩就等同於 是糖水滾糖魚 就越滾越縮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仍然說有3120億人民幣的旅遊收益 那到底市民信好還是不信好呢 面對著全球的經濟下行 中國就不能夠獨善其身 那到底大陸有什麼改善經濟的良方呢 暫時未見得到 不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最近提倡了要重視考古工作 到底他所說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就說考古工作是一項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 相關人員要做好研究和展示的工作 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影響力和話語權 中共做每一件事都不會是無的放肆的 為什麼在經濟相對艱難的時刻 還要提倡什麼考古工作呢 有些分析提到 總書記面對著各種內憂外患 想藉著提倡考古工作 來鞏固權力來源的正當性 這個在封建時代有個術語 叫做法統 法統就是相對道統而言 道統是什麼呢 道統就是道的傳承 道理的傳承 根據孫中山先生所說 道統最初就是由姚信與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繼不絕地傳承下來 當然換作在這個共產中國的情境 就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還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去到現在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脈相承 其實在道統方面已經傳承了 因為已經寫入黨綱了 至於法統方面是怎樣 法統在以往嘉天下的年代 封建王朝的年代 一般的當權者就說自己擁有法統和道統 究竟的時候 這個法統就是由君權神授萬世 皇帝自稱是天子 換轉在今天的情境 總書記就沒有自稱是天子 只不過打破了任期的限制 所以有些分析說 提倡考古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鞏固法統 這種說法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美國方面經常有些人很想和台灣恢復建交 甚至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還說到 說想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 用到重返的時候就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實際上中華民國這副招牌一直放在台灣的樹 一直都沒有消失 如果他站出來爭的時候 變成有人跟你競爭中國的正統位置 所以大陸現在就搞這套考古大龍鳳出來 告訴人們這些文物都在我這個土地發掘出來 你台灣有沒有呢 問題就是 老毛時期一向都很不重視這些文物的考古工作 或者是保育工作 反正燒得的就燒 打爛的就打爛 總之就弄到它爛臭化為止 現在反而又說要保護又說要發掘 完全是南沿北撤的 好了 有些歷史學家有些考古學家就擔心了 這個提倡考古工作 最後會不會變成了只是為政治服務 失去了科學性和淪為政治工具 我就告訴這些人 絕對不需要擔心 百分之百是會 因為中國共產黨一向所提倡的是什麼 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在1961年的時候 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做展伯鎮 是榮爾人來的 他受到教育部門的委託 寫了一本叫做中國史干擾 分為上下兩冊 這本書裡面其實是寫什麼的呢 他就把共產黨那套歷史觀 全部塞進中國歷史裡面 香港是不會這樣教的 比如說陳姓吳廣 或者是太平天國的紅壽傳 他就形容為這些農民起義 說到當權者是資產階級 對於這些農民階級 進行了壓迫 農民階級的起義 就是為了獲取生產資料 諸如此類 當然對於歷史事件 就可以有不同的傳適 用任何一套的approach 理論都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 每次都是用這一套的理論 去解釋所有中國的歷史事件 到底這樣又是不是恰當呢 還是 在傳適的歷史裡面 是順手改寫歷史呢 現在 總書記也說到 這個考古工作 是具有重大社會 政治意義的工作 考古有什麼政治意義呢 可想而知 所以一定是為了政治服務 故此 現在發掘出來 或者考古工作 到底它的真實性 是有多少呢 真的不知道 經常發掘到一些雙朝 甚至乎是夏朝的遺跡 你信好還是不信好呢 另外 從這個提倡考古工作 其實都可以預視得到我們香港的情況 因為 就算一個多極端的政權 也好 比如說元朝 當年也有些圓曲出現 唐朝有唐師 宋朝有宋慈 其實在每一個朝代 都有一些能夠代表著 當時特色的文學作品 是可以創作出來的 但是唯獨是 明朝和清朝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朝代很流行 搞文字獄 寫錯半個字 都說要殺頭 那又如何創作呢 故此去到清朝的時候 文學界最盛行的一件事 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訓古學 什麼叫做訓古呢 其實就是把以前很多不同版本的 古籍 拼在一起 來考舉一下 到底哪一個版本 才是最貼近原本的版本 就是做這些 現在我們可以視之為無謂的事情 好了 當時為什麼要提倡訓古學 就是因為創作空間 已經被人壓縮到體無原夫 好了 現在說提倡什麼考古工作 這個就已經是預示得到 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都好 創作空間和言論空間的走向 將會是怎樣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